和柳如烟冷战两年后 我发了条朋友圈 五金八两 母女平安 老婆辛苦了 所有人在评论区疯狂爱特柳如烟发祝福 我却紧接着发了一家三口的合照 大家别误会 这才是我老婆 柳如烟冒着大雨 凌晨三点从京市追我到巴黎 她红着眼质问我为什么背叛她 我平淡的道 小姨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妻子会误会十年前家里破产后 我被大我五岁的柳如烟收养 她对我极尽偏爱 即使我将她价值上亿的古董摔破了 她也只是问我破了皮的手疼不疼 所有人认为我会和她在一起 可当我十八岁成年向她表白那天 她却砸了我的成人李蛋糕 把999朵玫瑰甩在地上用嚼踩烂 满脸厌恶地看着我 陈泽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可你这样让我觉得很恶心 第二天 她一口气约了99个相亲对象 终于挑中了一个和她们当户对的对象 她收走了对我的所有偏爱 转移到了她未婚夫身上 她甚至纵容未婚夫将我养了十年的猫 活活踢死 我彻底心思 红着眼给远在巴黎的舅舅拨通了电话 舅舅 我决定了 去巴黎和温室千金联姻 舅舅很快回复 你真的想好了吗 结婚是大事 不要勉强自己 舅舅只想你幸福 我想好了 好 记得跟你小姨告别 毕竟她照顾了你这么久 依依 挂断舅舅的电话 我花了十个小时 做了柳如烟最爱的佛跳墙 我刚被接来的那天 她亲手给我做了一顿饭 如今要离开 也以一顿饭结束吧 江菜热了三遍 柳如烟才终于从海岛旅游回来 她和未婚夫宋思凡带了很多东西 一进门就招呼我 你衣服给你带了很多礼物 领带 袖扣 甚至还有好几个名贵万表 我正正看着这些礼物 摇头拒绝 柳如烟不耐地皱眉 你是不是对思凡还有意见 我希望你明白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攥紧了手 低头淡淡扯了扯嘴角 在抬眼时 已经一脸平静 恭喜小姨话一出口 柳如烟就愣住了 因为从前 无论如何我都不肯改口叫她小姨 我转身时 又被她叫住 下个月我们结婚 你把时间空出来我脚步一顿 好半天才点了点头 宋思凡看着满满一桌子的饭菜 却只有两双筷子 故意问我 小则我配吃这些菜吗 你会介意吗 我还没出声 柳如烟就一副怕我闹的样子 对我强调 陈则这里是我家 思凡是这个家的另一个主人 这里的一切她都配拥有 其实她大可不必这样的 我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 大吵大闹吃醋了 我笑了笑 不介意 做吧 宋思凡看了眼我精心准备的饭菜 却没有冻筷子 我不喜欢吃姜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当即质问我 你不知道思凡不吃姜吗 为什么还要放 胡闹也要有个度 我沉默着没有开口 三十秒后 我起身将我熬了整整十个小时的佛跳墙 倒进了垃圾桶 宋思凡当即委屈地看向柳如烟 如烟 看来这里不欢迎我 要不我还是走吧 柳如烟猛的一派桌子 指着我怒气满满 陈则 你只不过是靠我养活的一个玩意儿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未婚夫甩脸色 听到她的话 我心里一致 换作以前 我可能已经红着眼跟她闹了 可现在 我只是低着头跟她道歉 对不起小姨 姨夫 是我的错 我的道歉 让柳如烟接下来的话 都堵在了喉咙里 宋思凡则像个胜利的公鸡一般 得意地看着我 我假装没看见 静静吃着饭 吃到一半 柳如烟突然道 对了 我们下个月的婚礼 思凡想让你做她的伴郎 希望你能答应她 我家菜的动作一致 抬头望向柳如烟 她明明知道我对她的心思 却还是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我 我和她绝对没有可能 柳如烟用眼神警告我 似乎我不答应她 就怕宋思凡失望一样 宋思凡也劝道 小泽 我在这边又没有什么朋友 更何况 你可是你小姨最疼的人 她的心愿 你一定会满足的吧 终于 我笑着硬道 好柳如烟见我答应 皱着的眉头终于放松 可她不知道 我就要离开了 她的婚礼 无论如何 我也参加不了了 二 她去拍婚纱照那天 我正忙着办理出国的签证 宋思凡把照片发在群里 还特意爱特了我 小泽快看 这是我和你小姨去拍的婚纱照 好看吧 照片上 柳如烟和宋思凡轻易地靠在一起 实质紧扣 仿佛是这个世上最相爱的恋人 群里一阵安静 所有人都等着我的回复 似乎笃定了我一定会大闹一场 但是并没有 我只是发了句 很好看 你和小姨很般配 消息刚发出去 柳如烟的语音就过来了 她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陈泽 你究竟要干什么 我不明所以 实在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生气 明明我在祝福他们不是吗 从我十八岁表白悲剧以后 柳如烟就变了 她不再每天回家 不再对我徐寒问吧 甚至再也没有温柔地叫我小泽 她带宋思凡回家同居 让我听了他们一夜的欢好 她在所有人的面前秀恩爱 然后让我喊她小姨夫 我知道 她在逼我放弃 可我不愿意放弃 我倔强地不愿意承认这一切 我以为只要我再长大一点 柳如烟或许就会喜欢我了 可是 一年又一年过去 她的眼里始终没有我 而如今 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看到她和宋思凡的亲密照片 就大吵大闹 为什么她反而不开心了呢 小姨 我是真心祝福你和小姨夫的 说完我退出群聊 订好了去巴黎的机票 三 出国前两天 我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在柳家住了十年 我的东西不算少 可到头来 真正属于我的只有一本相册 里面是这十年来 所有我和柳如烟的美好回忆 我沉默了片刻 将相册烧了 至此 这个家就再也没有我的东西了 就连一张关于我的照片都没有 当天下午 我准备去一趟银行 这些年 舅舅每年都会给我发压岁钱 但我一直存起来没有用 虽然不多 但也存下了几百万 我决定全都留给柳如烟 就当还了她的养育之恩 刚要出门 柳如烟就回来了 她疑惑地看了眼家里 皱眉道 你丢东西了 我问了一声 是 做了的断舍离 柳如烟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见我要出门 说可以烧上我 刚好等一下我要去商场接司凡 一起把我答应了 柳如烟的家在半山别墅 这里不是很好打车 一路上 我和柳如烟都没有说话 柳如烟数次透过后视镜看我 我都装作没有看到 去哪里 银行 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刚要解释 她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柳如烟开了免提 宋思凡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出来 如烟 我好像崴到脚了 你可以过来看看我吗 我马上就来柳如烟满脸着急地熄火下车 我想要叫住她 却立马被隔绝在了车内 想要给她打电话 却发现手机没电关机了 我只能无奈地坐在车上等她 车库里空气不流通 更别说是锁了门窗的车上 我只待了几分钟就感觉呼吸不顺畅了起来 艰难地望向车外 一个人都没有 我连求救都没有办法 我只能祈祷着柳如烟赶紧回来 七个小时后 冷汗遍布全身 我眼前开始出现重影 我像是一条冰死的鱼 艰难地张着嘴呼吸 这个时候 我却不合时宜想起了过往 以前我还在读高中时 因为发烧在课堂上晕了过去 醒来时 我已经在医院了 柳如烟一不解代地照顾我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她接到我晕倒的电话后 直接放弃了上一的单子跑来接我 听助理说 柳如烟当时脸都白了 可如今 只因为宋司凡脚晚了 她就可以将我望在完全封闭的车里 我苦笑一声 渐渐没了意识 就在这时 车门被打开了 柳如烟看到我的样子后 吓了一跳 陈泽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拼命呼吸着新鲜空气 因为身体难受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 宋司凡笑道 不好意思啊陈泽 我脚崴了 如烟太着急 非得让我原地休息一下 我就带着她去吃了点东西 你没事吧 她的眼里 都是幸灾乐祸 我闭着眼睛 没有说话 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 可突然 柳如烟将钥匙狠狠丢在了我脸上 钥匙上的饰品划破了我的脸 我一阵吃痛 陈泽 不就是不小心把你望在车里了吗 你至于给我们脸色看吗 脸上的痛让我清醒了不少 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即便我内心已经决定放弃她了 可心里依旧一针刺痛 她难道看不出来 我刚刚快要死了吗 她为什么还可以风轻云淡 说出这种话来 宋司凡假一劝架 算了如烟 陈泽年纪小 有点情绪也正常 说来这事也怪我 我要是不拉着你吃东西就好了 陈泽也不会生气了柳如烟瞪着我 完全没有好脸色 她是个成年人了 就算被我锁在车里了 难道她不会打电话 她就是故意的 陈泽 你以为你使个苦肉计 我就会多看你一眼吗 收起你的小心思 我苦笑一声 拿出了早已经关机的手机 小姨 我手机关机了 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 我也没有怪你我下了车 因为身体贪软 我还差点摔倒 但我还是强撑着对柳如烟道 小姨 谢谢你送我过来 我先走了柳如烟的话 卡在了喉咙里 我诡异地在她眼里 看到了一丝愧疚 但是只是一瞬间就被嫌恶代替 我笑了笑 也许是看错了吧 柳如烟她 怎么可能还会关心我呢 四 离开前一天 我去给柳如烟买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 就当作我对她的新婚祝福 回去的路上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她喝醉了 叫我去接她 等到了房间 我却看到了没事人一样的柳如烟 宋思凡大笑着 对所有人指着我 你们看 我就说吧 陈泽这小子 就是暗恋我家如烟 否则怎么会一叫就来了 所有人哄堂大笑 陈泽 你小子这样不行 怎么可以喜欢自己的小姨呢 听到这些的柳如烟 眼里重新浮现出 我对她表白时才有的恶心和嫌弃 真是丢死人了 我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仿佛被脱光了衣服 任由他们嘲笑 我转身要走 宋思凡却用手勾住我的脖子 将酒灌进了我嘴里 突如其来的辛辣 让我俯下身不停咳嗽 我不会喝酒柳如烟 其他朋友一左一右架着我 宋思凡拿着酒瓶 就往我嘴里灌 谁让你害如烟大冒险输了 这瓶酒你必须喝下去 我求助的看向柳如烟 我有严重的胃病 柳如烟是知道的 可是柳如烟在接触到我的目光后 没有选择帮我 而且皱着眉 嫌恶地移开了视线 我的心一沉 苦笑一声 没有在挣扎 也罢 就当用这瓶酒 还了她所有恩情吧 见我放弃抵抗 宋思凡更加得寸进尺 坚硬的瓶嘴磕烂了我的舌头 我连带着姜酒和血丝 吞下了肚子 我被他们丢在了地上 仿佛一个垃圾 捂着位站了起来 我沉默地往门口走去 身后是他们的嘲笑 还有柳如烟的一声 丢人现眼 我没有反驳 打着车回到柳家 我忍着痛去卫生间 将酒都扣了出来 呕吐让我眼眶通红 可我并没有多少难过 可能是已经麻木了 将礼物和银行卡 放在了桌上 连带着一起的 还有柳青烟 曾经送我的护身符 陈泽 希望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这个护身符 可以保护你 他的话犹如在尔 可我已经不需要了 拖着行李箱 我离开了这个 生活了十年的假 没有回头 呕 到了巴黎后 已经是晚上 刚下飞机 我就看到了手机上的 108个未接电话 我没有打开 而是走向 一直在机场等我的舅舅 看到我时 舅舅这个一米八五的 大男人红了眼眶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家里破产后 舅舅曾经想过 把我接过来 和他一起生活 可当时 他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正是忙得 焦头烂额的时候 柳青烟又信誓旦旦 能将我照顾好 所以我选择 留在柳如烟身边 舅舅曾和我提过很多次 温家多次想要和他联姻 只是舅舅只有一个女儿 于是他想到了我 那时的我 已经深深爱着柳如烟 所以一直没有同意 如今我突然同意 舅舅也没有问我为什么 陈泽 一切遵从你的内心 我点点头 和舅舅一起来的 还有刚上初中的表妹 表妹性格活泼 见到我就朝我挥手 哥 你的房间 我爸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呢 舅舅笑着骂他 没个正行 看到这一幕 我笑了 真好 这么温馨的一幕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刚上车 我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看着屏幕上 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 我没有见 舅舅透过后视镜看我 怎么不接 我笑了下 将柳如烟的电话拉黑 骚扰电话拉黑没多久 柳如烟就在微信 给我发了信息 陈泽 桌上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把我送给你的 护身符放在那里 你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拉黑我的电话 如果你是因为 昨天的事生气 那我只能告诉你 那只是一个游戏 还有 我并不喜欢这么小气的人 看着他不断发来的信息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 最终我还是给他回了信息 小姨 桌上的钱你收起来 还有 不要再给我发信息了 柳如烟那边沉默了很久 对话框一直显示正在输入 然后他发了个 过来 我再打出一行字 小姨 祝你们新婚快乐 以后我都不会纠缠你了 看着信息发出去 我将柳如烟拉黑 表妹在我旁边看着我操作 满脸好奇 哥 你在跟谁发信息 我望向外面 车外车水马龙 大家似乎都在各自奔赴自己的人生 而我的人生 也该做出改变了 哥哥在跟过去告别 六 在巴黎生活了半个月 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国外的生活 舅舅舅妈对我很好 他们怕我拘谨 处处都在照顾我的情绪 这里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今天 舅舅安排我和温家的小姐见面 提前去餐厅等她 我却见到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 柳如烟喘喘着气 见我看到她后 脸色复杂朝我走来 小姨我坦然自若 跟她打着招呼 柳如烟在听到我这声小姨后 脸色更差了 陈泽 你长本事了 居然背着我偷偷出国 开口就是质问 我没有说话 大概是反应过来 自己的语气有些过激了 柳如烟放柔了声音 跟我回去 我摇摇头 小姨 我已经决定和舅舅住在一起了 我不会再回去了花落 柳如烟脸上居然出现了一抹慌乱 不回去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陈泽 如果是因为那件事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你已经成年了 不应该耍小孩子脾气 事到如今 她还在以为我只是耍小孩子脾气吗 小姨 我想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我的离开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我不明白 明明是她一次次在逼着我离开 为什么我离开了 她反而追了过来呢 我不是 柳如烟想也没想就反驳 我却在这时看到了温家的小姐温若可 我朝她打了声招呼 温若可笑着朝我走来 柳如烟看到这一幕 一脸不可知性 陈泽 你 我大方跟柳如烟介绍 小姨 这是温若可 也将是我以后的结婚对象温若可 看了我们两眼 最终选择笑着和柳如烟打招呼 柳如烟一副被背叛的神情 眼中还有淡淡的受伤 陈泽 不要闹了 跟我回去把她的语气里带了思诡异的哀求 我觉得很可笑 说我恶心的人是她 要我滚的人是她 如今 求我回去的也是她 可她凭什么觉得 在经历这些事后 我还会跟她回去呢 我的爱对她而言是恶心 是负担 现在 我不想延续这份卑微的爱了 小姨 别忘了 小姨夫正在家里等你 我的冷漠刺痛了柳如烟的眼睛 她苍白着脸后退 嘴唇张了张 她似乎想解释什么 我却无心听她说话了 温小姐 介意换个地方吗 温若可大方笑道 不介意我带着温若可离开 柳如烟拉住我的手 她不说话 就这么看着我 我伸手 将她的手从我胳膊上 狠狠甩了下去 气 柳如烟并没有离开 她打听到了 舅舅家里的地址 在旁边租了一栋房子 每天都在楼下等我 舅舅看出了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不对劲 那晚 她把我叫到了房间 陈泽 有些事情 我本来不该过问 可是你既然答应了 和温室联姻 柳家那位 还是尽早解决比较好 我知道舅舅在担心什么 我朝她点点头 朝着楼下走去 柳如烟还在楼下等着 见我出来 她惊喜地奔向我 陈泽巴黎已经开始下烟 她的肩膀上 是一片融化的鸡烟 记得有一年冬天 京市也是下了这么大的烟 那晚我和柳如烟吵了架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柳如烟发着烧 都亲自出来找我 找到我时 她并没有责怪 反而是担心 我有没有受伤 反观她自己 因为着凉 让病情更加严重 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 那一晚 愧疚将我整个人淹没 我就发誓 再也不要让柳如烟担心 如今 她依旧在大烟下等我 可我的心 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感觉 小姨 回去吧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柳如烟微争 绝强地摇头 你不跟我回去 我是不会回去的刚说完 柳如烟的电话响起 她不小心按了免提 宋思凡的声音从那端传了出来 如烟 你不是说陈泽这个蠢货随便哄哄就回来了吗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 宋思凡的话没有说完 柳如烟就慌乱地将电话挂断 她着急跟我解释 没有 陈泽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淡然一笑 没关系的小姨柳如烟的话戛然而止 她看着我 眼神陌生 是啊 换作以前 我要么大吵大闹和她闹脾气 要么就是难受地哭 又怎么会风轻云淡说着没关系呢 小姨 别再找我了 柳如烟欲言又止 我继续道 我要结婚了 柳如烟微张着唇 正正地看了我很久 直到烟花压的她的睫毛颤抖 她才低下头 我知道了她的背影 是我从未见过的孤单落寞 柳如烟 原来你也会伤心吗 爸 柳如烟回去后 我和温若可相处得很好 她风趣幽默 也很尊重我 她坦白告诉我 之所以答应联姻 是因为她的初恋去世了 所以她认为 和谁结婚都可以 你和你的小姨 也有一段故事吧 不过你不用跟我说 我们都有秘密 所以 就顺其自然吧 好那之后 柳如烟都没有联系我 只是 在我和温若可订婚当天 我接到了一个 陌生的国际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头就传来柳如烟 含糊不清的声音 陈泽 我好想你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 跟我回来呢 我知道错了 你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叫我小姨 陈泽 我喜欢你 我只是害怕 我 柳如烟的话 没说完 手机就被挂断 听到柳如烟突如其来的表白 我的内心 还是小有震撼 可那又如何 都过去了 只是下一刻 手机上就收到一条视频 视频上 是柳如烟和宋思凡 在床上尽情投入的片段 柳如烟嘴里 还在念着宋思凡的名字 我不想再看 直接点了删除 宋思凡喘着气的语音 发了过来 陈泽 就算柳如烟 真的对你有感情 又怎么样 你们永远都见不得光 还有 你听见了吗 他口口声声说喜欢你 下一秒 却能和我上床 他的声音 透着挑衅和得意 我笑了 他真的以为这样 就能气到我了吗 我没有回复 任由宋思凡在那里叫嚣 第二天 柳如烟打电话来跟我解释 陈泽 你看到的都是假的 那些都是视频合成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 那往我喝太醉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见我不说话 柳如烟的语气 便为了哀求 陈泽 你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 以前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这么对你 你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怕被人知道 我就完了 所以我才一直回避你的感情 但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 如果可以 你回来好吗 我和宋思凡分手 我们重新开始 听到他的哭音 再会想到 昨晚看到的 不堪入目的视频 我没由来有些恶心 小姨 说喜欢我的同时 还在隔壁的男人上床 真的不恶心吗 还有 我下周就要结婚了 也祝你和小姨夫 百年好和说完 我将柳如烟 最后的联系方式拉黑 温若可在一旁 安静地看我处理 见我看她 她柔柔一笑 都处理好了 看见她的笑容 刚刚郁杰的心 一瞬间舒展开 我对她也笑了一下 是 都处理好了 我和柳如烟 无论如何 都不会有可能了 九 和温若可结婚前两天 我还在忙着婚礼的事 突然 舅舅脸色铁青走了过来 她把手机举到我面前 沉声道 你自己看吧 我不明所以接过手机 映入眼帘的 却是宋思凡的脸 她在视频里 阵阵有词 将我对柳如烟的爱恋 公之于众 原本我以为她出国了 是还要点脸 没想到她把我女朋友 都勾引出国外去了 现在我还因为 这个小三的插足 分了手 而且我告诉你们 陈泽口口声声 叫我女朋友小姨 却一直暗恋着她 他们这是不论 这些话一说出来 瞬间就有不少网友 对我展开攻击 我天 豪门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小姨嘖嘖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可这样真的不会觉得恶心吗 桂圈真乱 柳家的股份 因为这件事一直往下跌 舅舅黑着脸告诉我 温家那边也知道了 他们很生气 陈泽 你和若可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件事 我想你要好好处理 我沉默的点头 刚要给柳如烟打电话 舅舅却突然惊呼了一声 陈泽 你快看 我再次拿过舅舅的手机 这次 我看到的是柳如烟 他憔悴了很多 脸上有着大大的黑眼圈 柳如烟面对着镜头 声音嘶哑 宋思凡说的 也不是全都错的 但是陈泽不是小三 是我一直喜欢他 他一直都在拒绝我 出国也是为了夺我 柳如烟眼眶微红 一字一顿道 也是我 为了挽回他追出国去 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和他没有关系 几句话 柳如烟就将所有事情 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网友的骂声 马上转向了他 老牛吃嫩草 不要脸 各种词 往柳如烟身上砸去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 也收到了一条 陌生号码的消息 陈泽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 你原谅我好吗 我知道他是谁 我手指动了动 最终还是给他 回了一条信息 谢谢你 小姨 柳如烟没有再回复 这件事很快就被平息 因为柳如烟的澄清 温家也同意 我和温若可继续结婚 只是婚礼当天 我收到了一份礼物 是 柳如烟将他在巴黎 价值十亿的房产 都给了我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我并没有多欢喜 总感觉我和柳如烟之间 越来越扯不清 我起身出去 却看到一个背影 上了一辆麦巴赫 麦巴赫绝成而去 完全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婚礼第二天 我把这份礼物 还给了柳如烟 在这之后 我去了舅舅的公司上班 生活按部就班 妻子温柔体贴 闲暇时 我会带着温若可 一起去舅舅家拜访 我的生活逐步踏上正轨 只是三个月后 我接到了柳如烟闺蜜 给我打的电话 陈泽 当我求你 你就回来看看 如烟吧 自从你结婚后 她就每天酗酒 都不成人样了 她现在都还在 喊着你的名字 或者你现在和她 说个话行不行 我沉默伴赏 坚定拒绝 辛苦你好好照顾她 我就不和她说话了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紧接着 柳如烟闺蜜 给我发来一张 全是写的照片 她为了你都自杀了 你怎么这么绝情 就回来看她一眼怎么了 亏她以前 照顾了你这么久 你真是个白眼狼 她要是死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一句句话 无不都在声讨我 温若可在一旁看着 问我道 爸爸说过两天 需要回国处理一些事情 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见我沉默 她笑道 你放心 我不会吃醋的 我摇头苦笑 坚定地拉着温若可的手 一起回去把温若可 凝视着我的手扮上 温柔看着我 好两天后 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让我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温家在国内也有房产 安顿好后 我去了柳如烟朋友 发给我的医院地址 走过静密的走廊 透过窗户 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柳如烟 她整个人对比上一次 我见过她时 更加憔悴了 面色苍白 双目无神地望着窗外 手上还缠着纱布 我推门进去 她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 轻叹了一句 我叫了声 小姨柳如烟猛地转过头 不可思议望着我 良久 她抖着唇 泪水静止落下 陈泽 她急忙擦干眼泪 从床上坐了起来 用手顺着头发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我这个样子太丑了 你别看我在病床旁边坐下 柳如烟这才停止了所有动作 她眼眶通红 完全没有我印象中的 女强人的模样 陈泽 你回来看我 是愿意原谅我了是吗 柳如烟的眼中有着期望 我摇摇头 小姨 我没有恨过你 又哪来原谅不原谅话落 柳如烟的眼泪更凶了 我知道 你就是没有原谅我 都怪我 是我不好 是我傻 陈泽 终究还是我把你弄丢了 该死 我真该死啊 柳如烟越说越激动 用没受伤的手 不断捶打着包着纱布的手 纱布很快就渗出了血 我叫来了护士 柳如烟挣扎着不让他们包杂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别碰我 护士们面面相去 全都没有了办法 我赶紧拉着柳如烟 低吼一声 小姨 你冷静点 柳如烟抱着膝盖 痛哭 陈泽 我不想听你这么叫我 我叹了口气 可你永远都是我小姨不是吗 小姨 我现在很幸福 若可对我很好 希望你也可以幸福 身体是你自己的 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 伤害自己了 以后我都会定居国外 大概率是不会回国了 这次回来 也只是顾念着你十年来 对我的养育之恩 柳如烟正正地望着我 很久很久 她留下一滴泪 再没有可能了 是吗 是 我坚定点头 柳如烟将头埋在了膝盖 整个肩膀都在颤抖 护士趁机给她包扎 我则起身 跟第一次离开时那样 没有再回头 依依 岳父处理完事情之后 我和温若可回了巴黎 以前相识的朋友告诉我 柳如烟不仅和宋司凡分了手 更是直接搞垮了宋家的公司 宋家破产 宋司凡又染上了坏毛病 结果越欠越多 身上的债务已经数不清 情急之下 她去找柳如烟要钱 柳如烟用言语侮辱了她 宋司凡一怒之下 居然在柳如烟下班的路上 开车直接朝她撞了过去 柳如烟虽然被救了回来 可却因此失去了一条腿 宋司凡被柳家的人搞进了监狱 永远都不可能出来了 而柳如烟 从一个掌管大公司的天智娇女 沦落为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残疾人 公司也被柳家父母 交给了她其他的姐妹 她一时之间不能接受 整日郁郁寡欢 而我 和温若可结婚三年后 在产房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看着白白胖胖的女儿 我动情地在温若可脸上落下一吻 老婆 辛苦你了温若可依旧笑的温柔 只是看向我时 多了以前从没有的情意 女儿满月这天 我在楼下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 家中的庸人告诉我 那辆车在楼下停了很久 温若可问我要不要下去 我摇摇头 抓着女儿的小手 将她们搂在了怀里 不用了 有你们就够了 女儿似乎听懂了我的话 在我怀里笑出了声 一切都很美好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全文完